泽连斯基在一次演讲中告诉英国议员 俄罗斯将在战争中被击败 他说世界需要乌克兰人的勇气来坚持下去 乌克兰总统这样说道 我来到这里 以勇气之名站在你们面前 以向乌克兰军队致敬 我感谢你们的勇敢 伦敦从最开始就与基辅站在一起 自去年俄罗斯全面打击乌克兰以来 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第二次出访海外 而此次的目的地是英国 据报道 泽连斯基还将于9日前往布鲁塞尔 以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 英国国防部评估俄军人员不足 缺乏经验 然而 一些军事分析家对俄罗斯在未来几周内 发动大规模新攻势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仍在 训练他们的新部队并积累武器 英国国防部在一项评估中表示 俄罗斯由于政治和专业压力需要人员不足 经验不足的部队来实现不切实际的目标 英国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领导人可能会继续要求取得全面进展 并补充说 俄罗斯仍然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周内 建立其对战争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所需的力量 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研究机构 美国军事分析家 兼俄罗斯研究主任迈克尔科夫曼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 俄罗斯能够发动多大程度攻势 迈克尔科夫曼补充说 但我怀疑他可能会让人印象深刻 主要集中在顿巴斯